欢迎来到404档馆 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 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 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些不服从的个体 顶着被删号 被约谈 甚至被监禁的风险 对不公益勇敢说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 长期收入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 随着江西联合调查组发布调查通报 确认此前江西高校时堂出现的义务为鼠头 直属维压事件似乎告一段落 然而 在这起事件持续发酵期间 一些敏感的商家申请了鼠头压缚的商标 甚至涉及出了相关玩具 饰品 然而很快 这些商品就遭到下架 禁售 对此 网易号阿拱科技发表文章进行评论 作者在文中写道 近期有关鼠头压缚的所有玩具都被全网禁售了 在主要三个电商平台上搜索 与鼠头压缚相关的商品时 根本找不到任何结果 商品页面显示已下架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以下三种原因 由于鼠头压缚非常热门 与之相关的玩具销量火爆 因此 人们可能认为电商平台找不到相关商品 是因为断货 然而 即使是断货 相关商品连接应该是可以搜索到的 只是无法下单而已 但现在连商品页面和连接都找不到 说明这不是断货的原因 2.侵权 在鼠头压缚事件发生后 一些人及时申请了商标 可能包括文字商标和图片商标 因此 有人认为鼠头压缚商品被认为侵权 被迫下架 然而 这种说法也无法解释 因为鼠头压缚事件发生的时间很短 商标申请通常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 所以 现在销售的鼠头压缚商品不构成版权侵权 但现在全网无法搜索到相关商品 说明这也与版权侵权无关 3.人为打击 压缚事件的过程中 可能有人担心事情的败露会损害自身利益 因此刻意隐瞒一些事实 尽管现在事情的真相已经揭露 但由于目中考虑 相关利益方可能希望事件不再持续发酵 因此 开始采取行动禁止某些言论或商品的出现 然而 能够让所有电商平台 禁售鼠头压缚商品的人或机构绝对不简单 我认为鼠头压缚的玩具应该允许正常销售 公权力应该在法律约束下行使 超越法律行使公权将失去公信力 中国数字时代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nny固扬平台项目投稿 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 投稿地址请见本期播客的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